好 惠神 那今天我就讲 彭震生不是要继续严压吗 那我就非常惊讶是 彭震生你不是该交代就交代吗 而且你是密集的被约谈当中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还要把那个严压呢 里面就有一个 他有财产来源不明 好 准备各位观众 原本预计在今天下午 两点会召开彭震生的严压题 但是因为律师透露 他们卷证太多根本是看不完的 因此他们向院方来表示说 最晚在六点半 就会把这些卷证看完 因此现在院方也做出回应 预计将会在傍晚的时候 来召开彭震生的严压题 但是严压的理由呢 检方当时就认为说 彭震生的公词不一 是与其他的证人 还有这一些共犯 其实他们说法是不一样的 因此他们认为说 有奇怪的地方 再加上彭震生的账户 是有多了不明的八百万 而这八百万呢 彭震生是交代不清楚 因此检方是认定他 涉嫌收贿将他申请延长积压 除了彭震生 我们还要来关注的就是柯文哲 原本预计是定在礼拜四 就来召开他的严压题 但是因为现在有台风来袭的关系 通常说这些积压题 严压题只能提前不能往后 因为积压题买的就是两个月 因此有可能是要台风影响 院方就会做出决定说 柯文哲的严压题可能会提前来召开 我们持续在北检来为您守候 再来还有要一个关注的焦点 就是现在省境仅以他的身体状况为由 是一直觉得说他希望能够的是 拒保停压 但是现在抗告失败 因为高远已经做出财定 已是驳回 而且不得再抗告 而这个财产来源不明 刚刚讲的光是现金就2400万 不包括在台北市突然跑了一个房子 他加了很多的保险 还有他的负债都没了 是 而且我觉得彭震生 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于 你看他并没有像柯文哲一样 有违背职务收费罪 所以换句话说 他这个财产来源不明 感觉上好像跟精华成案 没什么关系 所以彭震生现在变成了 台事大条 是不是有可能他的财产来源不明 激增的财产跟精华成案 没有关系 那问题来了 那跟什么案有关系 我觉得这会是为什么 他目前为止还持续积压原因 第二件事情 他财产增加多少 你知道吗 他真的增加很多钱 很吓死人 有媒体报道 他在2015年3月的时候 当时他在高雄的时候 任职的时候 他有去财产申报 他申报的当时的现金存款 是21486145元 结果到2021年11月 他当时申报的金额是 3521万 那你说2015年到2021年 有一段时间吗 那还好问题是2021年11月到2022年11月 也就是才一年的时间 他竟然增加到4542万9209元 换句话说 短短的一年之内 他竟然增加1000多万 后来他们都心里想说 哇塞 你这样增加速度 算下来 平均一个月要存85万 而且这85万是 你没有卖掉股票 你没有卖掉你的房子 你没有卖掉任何 已经申报的资产情况之下 你竟然增加这么多 然后第二件事情 他的保单 哇塞 买了也吓死人 这个保单竟然买了 大概有2000多万左右 所以他们心里想说 怎么可能 你光保单会来到了这么多 1798万 一下子竟然买了 10笔储蓄型的保单 我跟你讲 像这样子的买法 通常我们这种寿星阶级 是不太可能的 通常你要不然就是富二代 你爸爸开始要把钱过在里面下 财产转移 财产转移 要不然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突然之间有一笔大笔的钱 然后进来 然后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而且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用保单 因为保单不列入一菜 保单如果以后我要给我小孩 我只要改个名字就好了 所有相关的税 解决税的问题 税都扣不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这样算起来光是现金 增加了2000多万 光是你的这一个保单的这个部分 增加了也1900多万 加起来4000多万 再来台北据说有一个房子 那台北 他以前不是只有高雄才有房子吗 我们都以为高雄有房子 那现在大家搞不清楚 台北的房子是他的 还是是他老婆的 还是是在别人的名下 但很有趣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在整个柯文哲事件爆发之后 我也有接到一个朋友 他就说这个好像彭震是有点问题 但是我当时接会的爆料是说 跟金华城案可能有关 那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不对啊 这个建案不是金华城 不是中工相关的建案 但是呢是在大稻城那附近 那为谁爆料呢 就说是里面的住户爆料的 而且是高楼层 然后爆料的原因很有趣 他说因为奇怪 然后听到有他 他们就说 他好像突然买 而且买了高楼层买得不便宜 就怎么卖给他还什么的 聊一聊 居然说 听说他帮了那个建 就是建商老板很大的忙 就耳语就在那一栋大楼穿开来 那到底那一栋 是不是现在被搜索 被查的那一栋 还有在检方理清 雨萱 我们现在要非常注意 陈志涵的讲话 因为他非常妙 他每次要说谎 可是每次说谎以后 真实都会在这里面 我觉得非常妙是吧 他在10月8号的时候 他就讲 下一波应该是 约谈刘宝洁跟物质家 冷钱包都被他们掌握了 然后到21号的时候 他就讲说 这个东西如果一开始 就搜索到的时候 怎么现在还穿出这种说法 而且没有办法破解 他说这个冷钱包的东西 根本就只需乌用 8号还讲说 只有我跟物质家 掌握了冷钱包 然后到了10月21号 他就讲说 这个冷钱包只需乌用 到了昨天 他就说 我给你讲一个秘密 我要给你报一个料 报一个什么料 真的有冷钱包 真的有冷钱包 跟他讲的是 检联到了家里面 去搜索了以后 看到有一个非常精美的盒子 看到精美的盒子以后 就跟陈佩琪 陈佩琪讲说 好吧你就拿去吧 我们刚刚讲了 完全胡说八道 完全不合常理 但问题来了 你以前 信誓旦旦否认的这么决绝 完全否认说 没有冷钱包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关系 可是今天 昨天晚上 这张脸 我真的觉得 今天所有说谎的人 都应该以他为教材 以他为教课书 说的 脸不红 气不喘 讲的义正词言 他说谎成亲了 本来刚刚我们讲了一个月的冷钱包 结果民众长不断的说是鬼故事 不断的说是科幻小说 不断的说是怎么可能 因为我们在关键时刻上是 最早讲冷钱包啦 结果好了 现在终于有一个人 还我们清白了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陈志涵 叫我们陈志涵 竟然还我们清白了 本来怪了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讲到非常多的重点 第一个 陈志涵一直在嘲笑说 什么冷钱包啦 科幻小说啦 科幻故事啦 不是啊 你陈志涵现在承认了以后 那我跟吴董 还要去被约谈吗 不是啊 你们变先知了嘛 你们是Prophet 你们是先知 他说怎么可能啊 被掌握了 哈哈 这样把他们掌去约谈啊 结果第二件事情 诶 21号诶 距离现在有没有很远 没有啊 没有诶 这个女人翻脸跟翻书 我被他吓坏了 他其实在说 拜托啊 如果有的一开始就收到了啊 怎么可能 诶对 就Prophet哥 真的被收到了 说真的一开始就被收到了 是8月3 10号的时候 就已经被收到了 但Prophet哥 我才不相信他讲的话 好不好 他说你看哦 而且捡帮怎么还没有被人家破解呢 半生半假 什么意思 这时候陈志涵呢 就已经得到了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呢 请问一下 如果冷钱包被收到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当然啊 对啊 那为什么那时候不承认 现在承认 还否认啊 对啊 那时候一直否认啊 而且到21号还在否认 那Prophet哥 绝对有一个关键转捩点 你知道什么吗 你说从21号到昨天 发生大事情了 绝对发生大事情 我跟你讲 剪掉脏道了嘛 脏道了 脏道了嘛 我跟你讲 绝对是开始在破解冷钱包 我跟你讲 拿到冷钱包这件事情 早就有了 因为我们早就讲了 消息找到出来了 但会让陈志涵 有这么大的转变的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谁 柯文哲 绝对是柯文哲 叫他做出来的嘛 叫他出来赶快洗地了嘛 叫他出来赶快编故事嘛 因为理由很简单 正在破解当中 是什么 破解有指控之下 他才会赶快讲说 你赶快出去跟外界唬烂 而且你看到 现在我觉得 陈志涵最厉害的 就是一本正义的胡说八道 然后从他一本正义的 胡说八道里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 整个事情的全貌 他昨天怎么讲 他说减连是跑到 柯文哲的家里去搜索 看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比特币冷钱包的那种 盒子包装非常精美 里面可能有一个卡片 或什么的 这个时候检掉 可能就如获自保 他说这个就是冷钱包嘛 里面应该藏着1500颗比特币嘛 所以就很高兴 当时佩奇医生就说 你就拿去吧 我们刚刚讲到 他今天不是讲说 这个冷钱包合在这里 我刚刚讲到 你以为这些检联是白痴吗 今天检联 看到这个东西 他当然就知道 这是冷钱包 哪有说 看到一个卡片 好像是冷钱包一样的东西 还搞不清楚 人家很清楚 而且第二个就是 我今天如果都搜索 我问过很多人 今天如果到人家搜索 他是什么东西都在找到 这个盒子上面可能有指纹 这个上面有可能有任何资料 我怎么可能说 我到人家搜索了以后 我把里面的东西抽走了 我留一个盒子在外面 保安哥 我知道陈志涵地理不好 数学不好 但我没有想到 他连文笔都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看科幻小说 对 我们现在就是在看 陈志涵写的科幻小说的时候 最受不了一件事是什么 逻辑矛盾 来 你仔细看 他说去科文家搜索的时候 看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比特币的冷钱包 对 这件事情没错 但有问题是在这句话 1500颗比特币 不是啦 保德哥 你知道这个逻辑矛盾在哪里吗 你不是讲空的吗 不是 检掉那时候知道1500 不知道吗 检掉如果是在同一天 8月30号收到USB 然后也收到冷钱包 那他等于是说 要把这个东西同时插进去 还要破解之后 才会知道里面的1500 等一下 他说检掉当天就讲说 里面藏了1500 漏洞了嘛 因为人家是同时找到这两个东西 检掉的时候哪知道什么1500 再第二件事情 他说陈佩琪医生也在场 哦 他讲的会生会赢哦 好像他也在现场一起知道 柯文哲在厕所里面大便一样哦 他说 佩琪师说 你就拿去吧 董娘的风范马上来了 你就拿去啦 你就拿去啦 不是好不好 检哥 搜索的对象 侦查的对象是柯文哲 问陈佩琪在干嘛 对啊 你开什么玩笑 如果说今天 而且 以柯家来讲 没有柯文哲的同意 就算你真的可以让他拿走 坚持人的到底陈佩琪讲话吗 不是啊 根本没有你们两个讲话的份 不要讲陈佩琪 柯文哲也没讲话的份 人家搜索就搜索 呸冰呸冰呸 大大小包就全部拿走了 诶 拜托一下 去办公室搜索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拿六大箱 请问一下还跟你一个一个打招呼 说这可以拿吗 这可以吗 方便吗 Please Excuse me 开个玩笑啊 没有这回事 而且再来 他讲第二件事情是更好笑 他说 我跟你讲啦 你们都闹乌龙了 你知道为什么你闹乌龙了吗 刘宝杰 我跟你讲 因为我们那个是记者会上区块链 人家的赠品啦 他的赠品我误会了 你搞错了啦 结果我们来了 各位哦 我们看到他的原文 他说这个是科技厂商给的赠品 但是陈志涵 这个谎言 这个科幻小说 写得很有心哦 为什么 他还马上 放消息 放消息给媒体说 你看看 就这个盒子 就这个 Quales 宝杰哥记住哦 这个是给厂牌的名称 他说你看哦 这是2019年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画面 一模模一样 他说就是这场活动嘛 找错了啦 闹乌龙了 保险哥大概1.1出现了 2019年 请问一下 你家有没有2019年的紫盒 放到现在 没有 如果放到现在 我跟你讲 撩破破了啦 通常都丢掉了 诶 这个根本 转心的 你是在跟我说什么 再来第二件事情 像这种盒子 你如果要找的话呢 你知道虾皮也找得到 网路上拍卖 到处都买得到 可以直接买现货嘛 如同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今天检掉 为什么一定要把盒子 带回去你知道吗 否则我哪知道 是谁的啊 我要把盒子带回去 盒子上会是什么 子文 子文嘛 我要recognize 我要确认说这个人性 所以我去搜索 我搜索你的冷钱包 我搜索你的冷钱包 还特别说 我要把里面的东西抽掉 盒子还给你 不要开玩笑 绝对整包打包带走 所以这个在胡说八道 所以反而比较有可能是什么呢 陈志涵介入到任务 因为我们讲 冷钱包已经被查到了 被破解了 所以各位 不要再讲鬼故事 破案故事哦 陈志涵说有冷钱包哦 但破解当中呢 肯定是有什么危机的求救需要说 白了 陈志涵干快 出去外面 帮我随便唬烂一下 乱拜一下冷钱包 因为保抵哥 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吗 否则你想想看一个场景 起诉书到时候如果写出来 陈志涵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否认 从头到尾都说个故事 结果起诉书上面写 因查获冷钱包 柯文则拒绝交代相关私钥 聘马以及助记时 涉嫌常逆 犯罪不法所得 涉嫌重大 因此这变成一个陈堂政贡 那陈志涵这些民众会变什么 够嘴变阿嘴啊 打脸的是他们嘛 你说查到冷钱包了 一定会 保理哥我跟你保证 一定会 第一个已经查到 第二个正在破解 第三个绝对会写在洗漱署上面嘛 否则你按照陈志涵的个性 他的个性是什么 不见棺材 不掉泪 对嘛 怎么会跟你讲什么 他一定是查到哪 办到哪 查到什么 讲到什么 如果对自己有不利的 绝对都把它隐藏到底 已经讲了两个月 陈志涵两个月跟我们说 没有冷钱包 结果现在突如其来跟我们说 对 有冷钱包 而且不到一个礼拜哦 对啊 不到两天三天 就21号讲的 结果今天24号 马上翻购 所以你想想看 当时就是这一个 他等于是 因为这是唯一公开场合 让有露面的画面哦 这是冷钱包 唯一有透露的画面哦 甚至你看哦 连厂牌白纸黑字哦 所以你想想看 到底是19年的冷钱包 放到了现在 然后剪掉突然好糊涂 我笨笨 只抽走里面的东西 没拿外壳 还是为了要预盖迷章 写一本小说 特别去买来 新的冷钱包的外壳 来提供给媒体拍摄 来自圆其说 观众是有智慧的 而且你先被提到说 他讲是佩琪医生 就说你拿去了 你说这件事情 也露线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露线 刚刚讲的 如果我到了 你的家里面去的话 谁是主体 柯文哲是主体 谁来决定 柯文哲来决定 不可能说陈佩琪 假承就拿去了 不管问不问 都轮不到陈佩琪 如果陈佩琪 今天我可以决定的话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跑去 最后是有两个地方的保管箱 两个保管箱 我们要注意到 是查了这两个保险箱之后 江湖才开始传出 有冷钱包 所以你这个冷钱包 到底是放在家里 还是放在保管箱 你如果是放在保管箱 那就不是说 怎么你外面的赠品 放在家里 是你刻意要把 这个冷钱包藏起来 宝贝哥 你突破盲场了 为什么 当陈思涵讲说 是8月30号找到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有87%的机率 绝对不是8月30号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他就是要转移方向 再来第二件事情 他自己说 当时陈佩琪 意思是说 你拿去把 各位 检掉如果他有意思 要询问的时候 他一定会拿着这个东西 去问你说 这是什么东西 而且他不会问陈佩琪 如果是8月30号 他会问谁 柯文哲 他一定会问柯文哲 所以如果他说 陈佩琪 这什么东西 那代表一件事情 绝对是在侦查 陈佩琪的过程当中 那唯一一次侦查 陈佩琪的时候 保管箱 就是保管箱嘛 而且宝贝哥 所以现在合理的怀疑说 那个冷钱包在保管箱 我跟各位讲 不只合理怀疑 合理推论 为什么 因为8月30号那一阵子 其实根本没有人 讨得到冷钱包 那时候案情的发展 根本也没有1500 是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了保险箱被查的时候 直到了我们讲 金条被挖出来 陈佩琪出来开机车 那时候 才传出冷钱包的消息吧 所以你如果按照 这个逻辑的推论 真正冷钱包 很有可能被发现的地点 根本不是柯文哲家中 而是陈佩琪 想要转移焦点 而是陈自然想要转移焦点 就是在那个神秘的保险箱里面 好总你常常讲 这个世界没有偶然 这个很多事情 都是刻意操作的 而且是反必有妖 他已经说了多久的谎话 他已经说没有这回事 只有我跟你才知道 因为我们两个 就掌握了什么的这个冷钱包 结果现在又讲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一个爆料 一个独家了 底下我也看到那个盒子 我也看到冷钱包 为什么不到三天的时间 他的风向180度转变 主要要解读他的风向的 因为他实在是讲太多谎话 但这两个 他前后谎话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从没有冷钱包 现在到游冷钱包 而且还有盒子 还有尸体 那个都是他的包装 他的话术 但游冷钱包已经是他的事实 而且他主动爆料 为什么要主动爆料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所以换言之讲 为什么 因为受命 有人叫他爆料游冷钱包 这个人是谁 只有柯 只有柯才有可能 所以柯知道出事了 因为他们也怀疑说 到这个月底可能起诉 对 万一这个月底起诉怎么办 游冷钱包的话 那起诉你显得清清楚楚 表示冷钱包已经有个脏了 对 北俭拿到东西在手上了嘛 那柯有怕 他担心这两天起诉你知道吗 所以他才马上要赶时间 消毒 他自己先消毒嘛 他要跟北俭对抗嘛 对 因为这个 他们一直否认啊 当然现在有可能还没有解开那个金钥 对 但是我都觉得很难讲 我都觉得很难讲 可是今天最有意义的事情是说 一个会说谎的战狼小姐姐 承认有冷钱包 而且这个背后是柯文哲叫他讲的 可是他讲说 为什么 那是他厂商给的啊 厂商给的那是一个干净的啊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名片啊 我们也没有用啊 大家大惊小怪啊 好 那大惊小怪 那你为什么要讲嘛 你突如其来 在这个整个电视台的这个 这个录影这个制作过程里面 没头没脑 突然间拿一个冷钱包干什么 对耶 他自己讲他爆料 他是天外飞来一笔 他爆料一个厂商送的冷钱包 你路边摊买的也可以啊 为什么他要爆料这个东西嘛 所以这个才是 示反必有妖的妖孽的重心嘛 就是他故意爆料有冷钱包 硬要扯这个爆料 那这个爆料来 柯文哲叫他爆料 另外一点就是原因背景 就是他们知道 北检最近要起诉 甚至于有谣言 说北景这个月底会起诉嘛 对不对 说要受压期限内嘛 所以他在做一些起诉前的一些的 舆论的一些的 这一些带风向的动作嘛 他告诉你有冷钱包 那可能最后会被人讲说 丢冷钱包没那么多钱啊 我里面可能只有1000块钱美金 你估计多钱20亿啊 不是 可能讲说 人家厂商送我的嘛 厂商送我的 我就随便放一点钱玩一玩嘛 对啊 我可能是乱讲一通啊 所以这个东西还有后续 不是到这边结束了 对 那这个东西 他们的预见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消息不断出来 对 那你看到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整个民众党在这部分的操作 还有一个方向性嘛 对 他们不确定啊 他们不确定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 但是他们已经倾向于 承认某些犯罪事实的方向在发展 对 那现在他本来不是讲过吗 金流呢 金流呢 没有金流出来的话 压人取贡 对 压人取贡 柯文哲将来就变大伪圈 2028没有金流 如果只有图利的话 我的好朋友郭正亮讲的啊 没有只有敢用图利起诉他的话 他都给你干了2028了 哈里面28都来了 怎么样 已经... 懒钱包都来了 在我们小姐姐承认啦 不要再讲 不要再讲压人取贡 对 已经柯文哲在铺垫 铺成他的认罪的某些事实了 而且你直接讲哦 现在这个案子非常奇怪 就是柯文哲好像会得到的一些消息 难道柯文哲即使现在已经在里面 都已经收下进歉 他还有消息说 冷钱包被脏到了 所以我要提前消毒 冷钱包被抓到 这个不用... 这个第一天都被抓到 这个不用怀疑嘛 这不用怀疑 他的USB里面的东西都是陆陆续续丢出来了嘛 这个在检方掌握的东西 比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要多 太多太多太多 对 这个不用怀疑 现在说 那冷钱包 为什么 现在讲这才是关键嘛 那现在一定是某一个事件在内部发生了嘛 然后这个时候柯文哲下命令 叫陈志涵再带风向嘛 赶快出来 再带风向嘛 这才是核心的点啊 否则他刚刚骂过我们两个人啊 他马上就转口 他说那天很... 不过这个本身的太难看了嘛 对不对 他不在乎难看 我觉得我最佩服就是他这一点 那问题是他要上电视 只要有电视可上嘛 对不对 但是我讲的是他这个是功能性的 功能性的叙事方式 他是有一个目标性的叙事 所以冷钱包第一次 由柯文哲犯罪阵营里面 对 嘴巴里面丢出来 这个有意义啊 大家都在那边 还有一些媒体在那边骂我们两个人 对 我看了很多啊 骂啊 什么冷钱包都胡说八道 反正还有很多比较比较于同情柯文哲的人啊 把我们两个骂得很难听啊 现在我现在警告社会大众 你们家的陈志涵承认有冷钱包 好 谢谢苏培 你说这个冷钱包 你们这样判断 不是家里找到的 根本就是保险箱 如果是在保险箱 才有陈贝奇说你们拿去了 第二个就是 如果是放在了这个保险箱代表什么 代表是他刻意藏起来的 当然是啊 柯文哲对于很多厂商送的东西 他怎么样 他很不屑啊 之前他在2015年刚上任的时候 英国轨道贸易团 到台北市政府去拜访市长的时候 送他一个怀表 他说什么破铜烂铁 把他丢掉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不是重要的东西 柯文哲会好好保管吗 他看不上眼的 当然是嘛 所以我告诉你 会放在保险箱 你看所有的人 你会把东西拿去放保险箱 你要先把它拿好 然后再带在你的包包里面 再走啊 走啊 走到银行 把保险箱打开 再把它放上去 如果是一个破铜烂铁 如果是一个厂商送给你的悠尔卡 你有可能把它放在保险箱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才会去放嘛 所以今天陈志涵出来讲这件事情 大家就觉得说 过去你就是最常一本正经讲 说白菜的人 所以你今天你继续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在讲谎话 而你讲的谎话是什么 要打预防针嘛 为什么要打预防针 就如刚刚大家所说的 最近冷钱包这件事情 又被讨论起来 那是不是真的检掉 已经握有冷钱包 只是找不到相关解密的方式 所以如果如刚刚律师所说的 他可能依照我有找到冷钱包 但我没有办法解密 我就怀疑你 这边有不乏所得 因为我解不开 所以我就起诉你 我这样也可以起诉 对 我如果起诉你之后 你看陈志涵现在就开始讲了 检察官现在找到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2019年科技业 送给柯文哲的冷钱包 一个黑色的盒子 这个黑色的盒子 每一个人都有拿到 不是只有柯文哲 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连检看到他就很开心 就认为他里面有1500的比特币 这才是真的是在做科幻小说吧 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科幻小说 你有可能看到一个钱包之后 就说就怀疑里面有多少钱吗 不会啊 所以你陈志涵先来做科幻小说 做这些事情在干嘛 先打预防针 在打预防针 说未来如果起诉书里面 有一个冷钱包 但检察官没有办法解密 一定在扣科幻的帽子 大家不要相信嘛 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这个部分嘛 他不会觉得丢了你吗 他两三天前才说 这个东西只需物酒 之前还说我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结果他今天突然的说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这两天发生什么大事了 而且这个一点都不是秘密 之前大家在讨论冷钱包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就一直讲说 柯文哲对区块链非常有意识 刚刚大家看了这个记者会的画面 其实之前大家都拿出来讨论过的 所以这个冷钱包 所有全台湾关心柯文哲这个案子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冷钱包 而且是科技公司送的 那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你陈志涵过去否认 你现在突然站出来说 有 他家有冷钱包 而且就是这个冷钱包 你不觉得很瞎吗 你把大家都当白痴 是啊 他一直把大家当白痴啊 而且他现在还要认为 还要让大家认为检察官是白痴 说这个检察官 居然看到一个空的 这个比特币的盒子 就认为那里面有1500 有冷钱包里面 有1500的比特币 所以他就是要让所有的人 都要跟着他一样变笨 而且他要把办案的检察官 也刑索是个笨蛋 所以我觉得是怎么可能啊 你真的觉得全世界的人 都绕着你转吗 你要怎么说都怎么说吗 怎么可能 然后你知道吗 他先讲说 他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冷钱包 被收走被带走了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吗 他后来转回来 怎么讲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盒子 这个冷钱包 就像空的悠游卡一样 空的悠游卡 对 然后像空的悠游卡一样 所以很多的活动 都会收到空的悠游卡 那现在怎么可以 因为空的悠游卡 就说柯文哲是贪玩孤立 这是什么事件 所以你看他的连结是什么 他的连结又把冷钱包 变成悠游卡 他在灌输小草说 如果提出书里面 有出现一个冷钱包 他就是一个空的悠游卡 那我问你嘛 空的悠游卡 为什么要放在保险箱 空的悠游卡 为什么柯文哲 要从2019年留到现在 你真的是把大家当笨蛋 你自己是笨蛋 就要我们都要逼 逼得我们都要变笨蛋吗 怎么可能嘛 好 事实 刚才讲说 没有这个厂商收藏 你们根本没有钱 大家误会了 可是你说完全 违背大家的尝试 因为你有沒有使用过 这里面有没有钱 对 检掉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真的是厂商 送的冷钱包 你一开始解释 那是厂商的中文表 你甚至都可以 公开展示给大家说 里面是空的 没错 事实上你看着 陈志涵讲的话 你真的是觉得 他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胡说八道 保险你看他说什么 他是在这个柯文哲家 去搜索的时候 保险 那里面还说 他看到一个卡片 或是什么 那是检掉了一点 如获自保 会觉得那是冷钱包 有谁看到那个东西 马上就会觉得 那是冷钱包 不会吗 当然不可能 在当初第一次 去搜索柯文哲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都搜索 我还去注意到说 这是冷钱包 这是冷钱包吗 我好开心 那完全不可能 我有朋友也是被搜索过 抱歉 他就说搜索是怎样 他人 你也不准在旁边 他们就直接拿走了 他也不会问你说 这个是什么冷钱包 然后怎样 让你看他的表情 都不会 我们搜索票来了 你就在旁边站 看我们怎么搜 搜搜搜搜搜搜搜 能搜都搜走了 他还没问你 怎么样 还有没有饭吃或是这样 根本不会问你 所以他们完全是胡说八道 好 再来是什么 保健站 事实上冷钱包是这样子 冷钱包没有错 他一开始 如果假设是看冷钱包的话 他会看什么 里面来说 你检调会查的话 一定是 他们有用过 登录过 使用过这个冷钱包的 这个迹象 因为为什么 因为里面来说 你有什么租资词 那些张署 那不见啊 不见的表示 你可能有用过啊 或者说我要登 我只要插进去 你再说一遍 我不懂 我是说 今天如果我使用冷钱包 我旁边会有一张纸 上面会有一个助记词 如果我只要使用过了 我的助记词就会没有了 那也就是 我只要一看 上面所有的配件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冷钱包 有没有使用过 当然知道 因为你第一个 你登录之后 你马上就会有 那个助记词出现 你要记起来嘛 记起来之后 那张纸就不在这个 这边啊 如果这张纸在这边的话 我当然马上就可以登录 里面就知道 所有的内容跟资料了嘛 所以 要不要知道 他有没有使用过 那个非常简单 检调只要一看 打开没多久就可以 甚至他一开始插上去 他就知道 这个到底有没有人用过 所以这个完全都 非常清楚的一个状况 目前为止来说 我觉得检调是真的 已经查到冷钱包 那是没有问题 只是目前为止来说话 助记词没办法查到 好那我们是讲 直上这个陈志涵来说话 他也真的是 完全在胡说八道啊 我最近一段时间 你只要看他讲 他讲的话都是 反正前面是怎样 那就是这个 我先讲 给一道想法 后面会一改一改一改 再改 而且是都被抓到的时候 他才会讲 反复胡操 对你看一开始 尼耀石的时候 灌水的时候 他就说对啦 这个我们 他一开始还否认 否认后来说 15笔漏报 两笔误报 然后端木正的 这个便宜形势出错 你看把事情都推到端木正 然后进总捐这个 4000万给这个 所谓木可 然后目前有1500万的 这个授权费 他还说 这是落差 这个我们不解 我们你要退回国 我们1360万 然后包括说 后来的这个 陈佩琪的ATM 你看他也是开始胡扯 他还说一开始说是妈妈的 所谓钱 然后后来又讲一大堆 有了没有的 对 那最近不是说 福报这个党工的薪水吗 他还说是福报 短报 错报都有 所以就说 我跟你讲 你不要讲 听他讲那些什么话 那都不重要 当时董事长说了一件事 就是这件事 因为 你看他都是因为 有一件事情发生 他才要出来澄清 有一件事发生 有一件事发生 那就是这件事 显然是 他要澄清 要出事了 那一件事情 才是真正发生 那至于说那一件事是什么 那显然当然 一定是跟 所谓的这个冷钱包 是有关系的 好 李律师 现在刚才讲的 现在他们就咬住说 要破坏一个冷钱包 觉得非常困难 而且如果你要破 暴力破解的话 你三次错误 你们全部都要被清空掉 完全被delete掉 那可是我只是拿到一个 一个的USB 或是我只拿到一个 这个冷钱包 我可以当成 陈唐证供吗 现在看起来 这个柯文哲 可能是有图力 甚至有收贿的一个情形 那现在检调当然就是说 这个如同民众党讲 就是说我要查金流 查金流 但是目前看起来 像金华城这个 讲这个不法的所得 有高达这个 一两百亿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我们合理 检调可以合理来判断说 这个柯文哲 可能会拿到多少利益 如果真的查到 只有1500万的话 一定是检调 没有办法来接受的 那现在看 假如冷钱包 什么都没有查到的话 那么或许对检调来讲 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没有办法 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 来指证说柯文哲有拿到一个高额的利益 但是现在已经有冷钱包了 有冷钱包的话 假设里面 这个都是一干二净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使用过 或者只有他只是来使用 放个10万块来玩一玩而已的 他其实大可把这个东西 就丢出来了 说出来就没事了 但是他如果都不说的话 而且这个冷钱包 已经被检调扣住的话 那检调就可以合理来怀疑 认为说这可能是涉及到犯罪所得的 而且法院在认定 可是我的冷钱包 我只是一个USB 我解不开 我也可以当成犯罪所得 是的 当然说我们刑事诉讼法 如果要认定一个人 有没有犯罪 要有个明确的一个证据 那这个证据要看说 认定到什么程度 如果一开始冷钱包 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我想这个部分要来认定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但是现在有冷钱包了 他可以把这个当成 在刑事诉讼法 在这个工坊辩论的时候 提出来说 我这边有一个冷钱包 我已经查扣到你的一个冷钱包了 那你要作何解释 那这个时候被告 你可以选择 我要保持兼默权 我完全不解释 这也可能是他现在的诉讼策略 他就不解释 看看你们检调 有没有办法来破解 那如果你真的检调 没有办法破解的话 是不是完全就一定 没有这个犯罪所得 对我就拿到没办法了 也不见得 不是吗 因为虽然比较不容易来立案 来认定他一定有犯罪 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实体的冷钱包在这边了 但是你 我们已经在作为一个刑事诉讼法 一个辩论的一个证物了 他还可以当证物 对可以当证物 我收到了这个冷钱包 就是一个证物 但虽然我没有办法解开 但是我给你柯文哲一个辩论的时候 一个机会 你来说明 但是你就是敌死不说明的话 那么检调就可以合理 法官就可以合理来认定说 这边是有隐匿所谓的不法所得的 就可以反过来推论说 他可能有收费 所以就像过去一样 我们看到一个保险箱 这个保险箱非常的坚固 我说你这个保险箱给我打开 我看没有多少钱 他说这个年有失修了 我也忘记钥匙了 我根本不知道了 我打不开 其实这样子 我也可以拿来当起诉的理由 如果就像如果我杀了一个人 如果我把凶刀丢掉了 那凶刀都找不到了 这个时候来认定说我杀人就有难度 所以假设这个保险箱也好 这个冷钱包也好 我们都没有找到的话 那其实要来就这个部分的金流 来认定是有相当的困难的 但是现在只要一旦 这个东西已经呈现出来了 有冷钱包 对 已经被找到了 已经被搜索了扣押 而且拿来当作辩论的时候的一个证物了 这个时候就由不得说 你这个被告要不要来做解释了 你即便你不解释 我们合理觉得嘛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 一切都是合法的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 他说厂商给我的 一个普通的卡片而已 就像悠悠卡一样 那你就说悠悠卡是空的嘛 那你就让你的密码输入 让我们大家看一下嘛 你只要大家看一眼之后 我们觉得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也不会提 这个冷钱包的事情了 但是你就是不解释啊 那你不解释的话 那一定就是里面有鬼嘛 所以呢检调就会 法官就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就是有一个 不法的所得在里面了 对 这个还是可以当证物的 好 所以玉逢 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关注是 现在要延压 又是因为延压 现在当然给柯文哲 这个正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你说延压的话 现在北减 也就像讲北减 跟这个所谓的地方法院 压力都很大 因为我要延压的时候 我很多的东西 就要交出来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先把沈静景 先把这个易小卫送出去之后 接下来就是柯文哲主席 那你在申请延压的时候 你就要把一部分 你起诉的内容给丢出来 那给丢出来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案子众所瞩目 所以呢 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一定要一锤定音 你今天弄下去的话 你就要让法院 完全觉得说 这个有罪的判决 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不然的话 这个案子就没了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包括北减 包括北院 我觉得他们都相当的紧张 不然易小卫跟沈静青 已经积压过一次了 你竟然要拖到下个礼拜 才可以裁定出来 一般来说的话 他们这场是怎么样 我延压厅开完之后 马上评议 评议我就可以告诉大家 一个结果 你知道一般来讲 你要嘛就昨天跟今天 对 你就应该公告周知了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压 也要积压一个人 是对他人生最大最大的 人群上的一个剥夺 所以你过去来讲的话 案子办下去 你要不要申请积压 你一定当天决定 你申请积压之后 半夜你也要开积压厅 为什么 我总不能说 我回去想一想 你先关两天再说 可是现在来讲 对神经经历队 易小卫来讲 就是这个状况 你们先 关两天再说 你今天关个周末 先关个两三天之后 我下礼拜一再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这案子太严重了 而接下来 柯文哲主席 你的这个 申请积压的理由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里面到底有什么大秘宝 因为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一次 就告诉台北地方法院 你接下来的判决 会很好做 你不用担心 我会把素材 把资料 把你接下来要写的 这个有罪判决 都准备给你 因为你说北检不能犯错 北检只要东西没弄好 这个证据不能巩固 让北院 放他出来就完蛋了 对 如果你第一时间 没有把他给压下来 然后第一时间 没办法说服北院的话 那你有可能 那我北院 我告诉你 聚保就好了 如果你今天来讲 只找到一部分 找到几千万 那你聚保 你重金交保的话 那柯文哲就出来了 柯文哲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那种影响力 如果他今天在里面 都可以叫大家 来 今天我们的案子 走到这里了 集结 对 集结 但是我们的话 哇 那到时候北检来说 压力真的是压力山大 好 所以李律师 本来就想说 你昨天已经开完压的 延压的这个审讯金 今天又是姻小薇 本来以为说 昨天跟今天就应该要宣判 没有 要等到礼拜一 是这个案子有这么复杂吗 压力有这么大吗 还是 他压得下去吗 实际上的确啊 通常延压庭 这个开完之后 通常就会有结果 当天 为什么要脱到下礼拜 不知道 不是说不知道 就是说目前看起来 因为这整个犯罪集团 那看起来 还有很多市政可能 还在互相的勾击当中 所以这个检调 这个法官这边也会觉得说 好 反正积压期限还没有到 现在他是依照 行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只要在积压前五天 起码前五天 我来提出这个申请 然后来开这个延压庭 就可以了 但是什么时候要做这个积压 要不要延压的一个结果 这个没有特别的规定 所以只要在积压期满前 最后做出了一个说 我要积压 这样就可以了 那目前看起来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知道 沈庆金 这个应小卫 彭正森等人 这些人都在关在里面 所以可能当中 而且在这个延压的理由 也互相提到了 可能都还有图利 行贿 收贿 隐匿财产所得 犯罪所得等等的 洗钱这些事情 全部一头拉股的事情 都在里面 犯罪事实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到底是不是马上 我要做一个 这个延压的一个宣布 然后让其他人来知道说 我为什么要延压他 这个其实法院可能会考量 所以我干脆 我现在都不讲 反正只要在延压期满前 我一起全部 全部一起公布 就可以了 那现在这个思考是 你要把沈契基 要把易小卫 跟柯文哲这些人 要通盘考量吗 是的 看起来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 犯罪组织嘛 所以现在就是说 我不太需要 要对于省庆金的部分 事先做一个延压的裁定 然后这个理由 又让你们其他人看到说 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即便现在有在延压的申请 你说我把时间压到 最后一秒钟 然后呢 我让柯文哲要最后才知道 这是叠对叠 我不需要在这个时候 我那么早 让你们全部都知道这些事情 那甚至在这个延压的理由里面 有些人有质疑说 为什么里面好像没有 特别写到省庆金 跟这个柯文哲之间的一些 这些共犯的一些关系呢 那为什么 那试问 为什么检调要跟你们说呢 其实不需要啊 因为如果你看到延压的话 好像省庆金跟柯文哲之间 只有图例 而没有这个所谓的 财富制作条例的第四项 看起来是这样子 对 但是现在这个所谓的延压的理由 是针对说 我针对省庆金 我认为如果你犯罪嫌疑重大 有勾创共犯或证人等等的 只要符合这些要件 我就可以延压你 我不需要在我的这个延压的理由 我把所有的事情 都跟各位来做交代啊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现在做交代 是不是我又给你们一些机会 让你们这些共犯之间 有机会再来讨论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呢 以这个检调的理由的角度 我只要有办法来说明说 我为什么要延压你 就好了 那以法院的角度 好 我现在已经接收到了 这个延压的申请了 我也做个审理了 那我只要在这个积压期满前 我来做个宣布就好了 我不需要提前让你们知道 走 你看到现在 易小维还有省基金 两个要延压 看起来延压是会过的 两个延压过了以后 柯文哲也会被延压 看到现在丢了那么多的资料 你是有很多的金流进去的 你中间做了很多 非常晃晃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最荒谬的是 民众党居然一点 贵事都没有 他们没有一点 不好意思 他们现在要上街头了 要上街头 居然讲赖政府 你在搞什么鬼 怎样 他们现在吃定北剑了吗 他们现在吃定北剑 你找不到任何资料 你吃定北剑 你只能用土利罪来起诉 你吃定北剑 你拿我 无可奈何吗 包姐 民众党下个礼拜要办一个 赖政府搞什么鬼 为什么他把你这个 因为他说 你这个是政治办案 目前为止 你没有什么证据 然后他们说了通篇的鬼话 譬如说黄国昌今天说什么 亚人取购两个月还不够吗 那把黄国昌之前说什么 这个柯文哲的清白 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包姐 而且还讲 现在民众党 忽畏柯文哲是一步不绕 包姐 他们为什么听 为什么他们听不到鬼故事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鬼 他们自己就在说鬼故事 好 那么讲 事实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我们讲 我就回想起以前 红元这个所谓的诈骗集团 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诈骗集团 他们最后是这样 最后的疯狂 还放烟火一大堆 为什么 最后搞得最大 为什么 你看他们现在 所以你说红元集团 当时已经撑不下去了 撑不下去了以后 就搞了一个最大的聚会 最大的聚会 在当时台北市最有名的中华体育馆 放烟火 就一把烟火 把中华体育馆给烧了 为什么 因为他凝聚最后的向心力 所以最近你看 不只黄共昌在说鬼话 你看连柯美兰都打出悲情牌 所以现在等于是 用尽所有的手段 为什么要做你一个政治对抗 我就堵你了 北警呐 你没办法定罪我柯文哲 而且你想说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而且这个真的可能动摇明星 因为你看到 当这个案情开始陷入胶琢的时候 赖清德 民进党的支持度 真的往下滑了 没错 我们刚刚这个所谓支持度来说的话 民进党的确是下滑了 大概三个percent左右的数字 不只是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在这个友台的这个民调 都出现这样的局面 所以民众党是想说 趁这个时候 我就来打这个牌 看能不能一口气把你压下去 可是宝姐跟你讲 有用吗 没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 你觉得没有用 你想太多了 你觉得北警就是这样子吗 我跟他讲 北警有非常多两大法宝 等个私后你 北警还有东西吗 大家不是觉得北警没薄啊吗 宝姐当然有薄可以对付你 第一个 我们目前为止 沈庆金跟这个应小微 不是要准备被延压吗 对 延压里面来说话 他有一个字眼 大家要小心 他讲过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字眼 他说什么 应小微跟这个沈庆金 他们有共同犯了 所谓的贪污自罪条例 等等 好 他用一个罪叫做 贪污自罪条例 第十五条之 隐匿贪污犯罪 所得财务等罪行 也就是说你隐匿起来了 我们认定你呢 你沈庆金跟这个应小微 你们两个的确有一些 贪污跟徒利的这个作为 而且你们也送 应小微也有 你有送钱给应小微 但是应小微呢 把他隐匿贪污犯罪所得 隐匿贪污犯罪所得 所以有这个罪 所以有这个罪来说 宝姐你知道吗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沈庆金跟应小微 他们就是这样子 就会被延压 所以同理嘛 你柯文哲也是这样啊 我已经知道 你有所有的 徒利贪污这些 但是目前为止 因为你没有说 所以你也是隐匿贪污犯罪 所得这样的罪证 而且你最近讲到了 现在的金流 我们只是算说 在这个选举过程里面 只是算USB里面 你现在留到了 柯文哲的这个账户里面 至少4.7亿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 当时微经公关费 你再把这个所谓的后线 再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缺的钱 夯不然加起来 那将近有10亿了 所以我就讲 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作 就是彭正生他第九度被约谈 第九度被约谈的时候 保险上 事实上都目前为止 他今天从早上问到下午 问了这么久 你觉得他只有问这个 金华城的案子吗 不是吗 不是 他显然要把所有的金流 你都把我帮你对得清清楚楚 可能涉嫌到这个 新金华城的相关的这个状况 甚至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 包括像北市科很多案子 主管案子的时候 我都把他问得非常清楚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柯文哲目前为止 涉嫌隐匿呢 除了公关费两个阶段 有4.3亿还有4300万 我们现在怀疑是后屑 还有微经员工的210万 小省的1500万 这些目前为止 我们都确定 这些 保险我们就讲 有金流 有对方出钱 只是到你这边不见了 所以现在检调用一个叫做 引力贪污财产的这个罪名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巧门 因为在之前只有讲说 你现在贪污政材条例的第四条 贪污政材条例的第六条 贪污政材条例的第十一条 要不然就是你这违背职务 要不然就是土利 要不然就是行贿 现在就增加了一个 有隐匿这些财物 隐匿这些财物 会不会用在柯污泽身上 当然会 所以我讲柯污泽跑不掉 就是这样 你有非常多的罪名 而且为什么检调要办成这样 因为后面 保险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知道而已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 冰山之一角 我们之前不是大家讲了 非常多USB上面的名单 这个最大的就是 小沈的1500这一笔吗 但是保杰 我们昨天也讲到 包括书与仲啊 朱文宇啊 还有包括说黄南关 还有包括说像 黄重忍这几笔吗 但是保杰 我们一个独家跟大家讲 这里面USB里面来说 有一笔 超级大的项目 超级大 超级大 而且都比这个 我们看到的都还要更大 而且这个人是横跨的 1500万 大家说已经够多了 你说这个数字是超过1500万 超过 而且比他还多很多 好 这个横跨什么 横跨建筑业 零售业 还有金融业 而且是富可敌国的 是这个USB里面 最大咖的一个人物 他没出现 所以你说USB里面 现在只是冰山的一角 对 USB里面还有很多钱 保杰 这个人物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是名列在我们全国的 排行榜中间的一个人 他是在这里面 是全台湾前20大富豪 跟柯文哲有关系 20大富豪 对 你就知道说 这里面来说话 还有很多故事 我们不知道 而且涉嫌的金人 恐怕真的比我们想象中 都还要更大 更花张的数字 而且你昨天特别谈到了 黄崇仁的那个自白 黄崇仁的自白 第一个是 原来是柯文哲 其实打电话的 原来检调早就已经查过了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 我们大家都没想到 本来因为你设木可 只是想要把竞选经费 透过木可 把它给洗干净 可是在黄崇仁的说法里面 代表什么 是柯文哲拿着木可公司 去要钱的 对 抱歉 是像昨天黄崇仁来说 他也说五万五个衰了 我没有给他钱 我给他标案 但是可能也 保歉昨天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是 因为他透过木可 他给木可一个标案 用他旗下的公司给他 所以这显现 柯文哲他不只是收政治现金 他搞不好在这个选举过程里面 他也用木可 接了非常多标案 也不一定 这搞不好也是另外一个方案 不是 你想说 我如果今天要拿木可 说你把钱直接给木可 对 我如果只有一个黄崇仁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 对 好 所以我就讲 事实上他怎么给 怎么要 黄崇仁说是他亲自打电话 对不对 现在这个律师张静静也说 他的朋友里面 也被人家打电话 而且他说什么 柯文哲一开始要给你要钱 我给你献殷勤 他说 这个我很穷 你赞助我一下 就没想到 两头三天就打一只电话 但是真正要到钱的时候 对他不理不谈 就没了 那我很多建商业的朋友 也是这个样子 你的朋友 对 都一直call call call 我们现在需要 但是真的 给钱了之后 就不见了 他也不见了 跟他说要帮忙什么事情 他也不理你 所以他就是这样 每天都在打电话要钱 你看 除了他自己打电话 叫这个邱佩玲 他们打电话之外 还什么 还请这个 有这个所谓 包商的话 有案子的话 还给我 所以讲 事实上柯文哲的罪证非常多 只是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了 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泡水 我看到民众脑要上街头 又直接 直接枪赖金德说 赖政府 你搞什么鬼 本来我都被吓到 想说 他们现在这么凶 他们现在这么理直气壮 难道他们现在有底气吗 你把我解读我才知道 他们是玩假的 他们根本就是玩 半嘎嘎酒 被人家看破手脚了 典型的嘎嘎酒 嘎嘎酒 哎呦 民进党谁怕这个玩意儿嘛 你抗争是什么意思 抗争是夺权嘛 就是我要 end to you 要净款嘛 我要推翻你的政权 当然要推翻你的政权为目标嘛 不然我就抗什么意思 没错 抗争是什么 毛泽东讲的嘛 革命是什么 不是请客吃饭 对 不是绣花 不是绘画 不能这样温良 功俭 让 对 要拼命嘛 他们连绝食都不敢 到今天这八个立委站出来 哪一个像样的嘛 没有像样的嘛 哪一个有比我带种的 比一个出来跟我看 我今天还敢在那边骂 骂北检呢 对不对 我还有三条被告在北检 你有种吗 对不对 黄国昌这个姿势大声而已嘛 黄国昌是我看的 反对运动年轻人里面 唯一的漏网之鱼嘛 因为早年的 早年的年轻人的活动 都参加民进党 这么快 因为这个人突然间 变成黄教授 被太阳花出来 都是一些这个不入流的咖 对 我们漏掉的一些咖 而且你说你最荒谬的是 这个一路看下来的话 柯文哲刚刚讲的 千里为官只未才 他所有的努力 都跟钱有关 一个都跟钱有关的政治人物 你怎么会有底气啊 柯文哲贪污这个事情 是他的DNA的问题 就他妈妈讲的话 他现在五十一 就不当不选总统嘛 那台大医生原来的这个风气就不好嘛 这看起来就是台大医生有问题啊 台大教授有问题啊 这个台大教授搞出这种人到今天为止哦 台湾大学医学院没有一个人出来抗议过 之前一时总讲说 USB里面还有一个更大咖的人 这个更大咖出现的数字 难道超过我们的想象吗 还有他今天邱佩玲不是讲吗 他从来没有哭求 你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邱佩玲跟我们都是老朋友 邱佩玲跟柯文哲到底什么样的关系 我要大概解释一下 邱佩玲他经常 他柯佩玲他柯文哲跟他确实是过重甚密了 因为他们两个有很多下班以后的时间 柯文哲会到邱佩玲家里面去 然后邱佩玲会通知一些企业界的大咖的朋友 到他家一起来干什么呢 一起来看邱佩玲的画 邱佩玲有办画展 但他真正卖画的地方 是他的画廊 画廊住在他家 可是他的力量不够啊 所以他跟柯文哲有一个合作的 他们是一种伙伴关系 他就会通知说 某某某董事长 比如说刘东市长晚上到我家来 柯市长会来 柯市长会来 柯市长会来的时候 那大咖就来了 大咖想陪柯市长喝杯茶 这好事啊 大家下班聊聊天嘛 然后一起来谈什么 谈邱佩玲的画 那一幅画卖多少钱呢 就30万50万不等啊 那我听说我们认识的一个 原山饭店的前董事长 也买过他的画 也就是我们民进党 那我现在关心的是 你是拿原山饭店的钱买的 还是你自己拿钱来买 对 很多人去买画 所以邱佩玲是画的 邱佩玲是一个名画家 我们不知道嘛 因为我们不懂画嘛 可能在这个 在这个艺术界非常有名 因为我认识邱佩玲是广告AE嘛 对不对 那大家都是 往来都是互相都尊敬 那柯文哲是用这个机会得到什么呢 他得到这个邱佩玲的卖画的机会 然后呢 企业界跟他交往 所以交往的过程当中 所以邱佩玲跟他的关系 是属于一种合作关系 你当我的 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柯文哲当他的布景 布景 布景 那我们讲那个土画黑画 都是做我的Sakura Sakura 旁边呢我在卖画 那柯文哲也不是傻瓜 对不对 他在卖画之余 就跟人家哈哈啦变朋友 然后下次早上就募款 对 那募款 他就这个你来我网搞了好几年 就要互相啦 就要可能有 合作的感情也很密切 大家关系非常好 因为邱佩玲的 他可能他那个话 有特殊的魅力 我们这种熟人看不太懂 但是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那这个大咖到底是谁 法国就要这样 他们家随时办沙龙 办沙龙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柯文哲 因为最大的 你办沙龙一定要有一个 学术界 政治界的大咖一定要到 大咖到了以后 灌溉云集大家才会来复优 所以他们今天来了以后 开始灌溉云集一箱笔 开始买花了 不 他那个是小规模的 他是精密打击 他没有一大票 他可能一个或两个 这个很 这个弄一大票人家没意思嘛 那一个两个 这些大董事长 跟这个市长两个 那这个两个可以交谈 一两个小时时间的时候 他们的感情会 很快速的能够提升 你搞一大票 大锅炒没意思嘛 就没得谈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是属于一个 精致的 精致的产品定位 高级 高档产品定位 属于VIP级的销售方式 苏惠 现在民众党讲 你没有经历 你压人取购 你现在只是土力 你土力根本就是 政治办案啊 可是不对啊 我们光是简单这样算 就已经4.7亿到他的口袋里面 而且我跟你讲 4.7亿的时候 你说绝对不止 而且更可怕的是 柯文哲在所谓的 蓝白盒的时候 他募了更多更多更多的钱 之前民众党一直说 找不到钱就是没事 你找啊 你找钱啊 没钱啊没钱啊 可是我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金流 什么叫现金 USB里面如果有一个 小省1500 那个就叫做金流 那接下来你要找到证据 就是现金在哪里 但是这两个人给钱 跟收钱都死都不肯认 那好家再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那个名单里面还有别人 别人都认了 对这些别人 一来可以证实 这1500 不是下午3点 是钱 不是时间 因为别人有200的啊 有50的啊 有300 你怎么不能是半夜吧 所以一来这些别人是用来佐证 这1500到底是什么事情 是时间还是钱 别人都是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佐证金流确实存在 这些人也是金流啊 大家看到昨天的最新发展 给钱的人已经承认了一部分了 帮忙募款的人也已经承认了 然后金手钱的人 现在被转为被告不敢回来 对 OK 那这一些钱 通通都找不到 已经不只1500找不到了 而是所有的钱都找不到哦 可是钱有没有 当然有啊 给钱的就说我有败金啊 帮忙募款的人就 那他一直跟我说很散啊 就被你说 因为柯文哲常常跟他讲很穷啊 所以都有了啊 那钱到哪里去了 这一些钱就跟1500一样 都不见了 可是你不能再说 没有这些钱 对 要不然这些人不就变成潘纳吗 他明明想说 我钱就拿出来啊 钱就进去啊 我生意也介绍了啊 然后我现金也捐了啊 也给了啊 然后干嘛也拿走了 对 那钱呢 这就是8月的时候 检调在发动搜索的时候 没有收到一张钞票 让我非常压抑 对 因为我之前根本不知道有USB 也不知道有名单 但是我们从之前到现在 一直听到有很多蓝营的企业家 在抱怨说去年被以蓝白盒为由 被柯文哲怪去 会好啦 会好啦 不过我们民众党 还有实名立委在算啊 我们小党很散啊 然后人家那些 希望蓝白可以合作的这个企业家 一听到说 哎哟会好啊 这很穷 我们要支持一下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数字 只是九牛一毛 对这只是去年 而且是后半期 OK 好那这一部分 我们从去年听到现在 我一直在那边想说 那些现金不知道摆在哪里 那些现金不知道摆在哪里 结果检调一毛钱都没有收到 所以现在金华城 如果有1500万的金流不见 这不是个稀奇的事情 因为这些人的钱也都不见了 对都不见了 只有一笔钱不见 民众党跟柯文哲可以说 完全没有这笔钱 你找不到 但是一堆钱不见了 而且别人都承认了 你怎么再去说 没有这些钱都没有 他们都没有拿给我 他们现在讲得很大声 黄菩萨讲说 你押人取购两个月还不够吗 他讲说你根本查不到金流 他最多你只能办土利 你如果办土利 那就是政治办案了 所以为什么检调现在要 用旁边的证据 来补强这个1500的存在 还有1500是钱 而不是时间 因为现在两个主犯 行贿的主犯跟收贿的主犯 沈静静跟柯文哲 两个坚决不认 两个坚决不认的情况之下 就像当年陈水扁的那个 案情 收贿案情 陈水扁不认 吴淑貞不认 只能从给钱的 帮忙拿钱的 帮忙做账的 一个一个却把证据补权 最关键就是他得罪了美国 美国就直接透过爱德蒙 把资料给丢出来了 所以我想柯文哲 这次不敢再透过美国了 所以一来可能是之前 大家在讨论的 是他把这一些钱 应该是这一些钱 因为500万就这样 现在好多 这一些钱 台北市或者是新竹 可能有一个神秘的藏宝点 藏宝地 你觉得还是有藏宝地 我一直觉得他跟我一样 就是不会用冷钱包 他是阿伯 我是阿季 我都不会的东西 他会吗 我一直很不平衡这件事情 第一个我一直认为 那些现金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第二个可能就像 外界最近在讨论的 变成冷钱包里的虚拟货币 第三个 已经透过海外的方式钱出去了 不在虚拟货币里面 也不在台湾里面 在海外的账户里面 这三个都有可能 当年阿扁的状况就是 台湾有现金 海外有账户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虚拟货币 所以这三个都有可能 但是唯一的真相是什么 是他真的有拿很多很多钱 而这一些钱 从2019年到2024年 我告诉大家 他根本就是贩卖台北市长的资源 而来的 一开始 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个事情 案发这么惊讶 是你自己的账随便乱报 你的钱根本乱灌水 你的这个所谓的最坚 最基本的政治现金中间 对账居然差了两千多万 这个在所有的人都不可能的 在这些钱到底跑哪去 才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哗然 你不要讲说 一千五百万了 你光是那个对不上账的两千万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交代 代表说 现在不是没有钱 这很多的钱 柯文哲居然一个棒子 就让他凭空消失了 杰哥 柯文哲叫做什么 凭空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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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 大家记得他在去年选总统的时候 十二月一号 他接受媒体的采访 他那时候还在哭穷 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说 我民众党的资源不像蓝绿一样 我们是小党 他说 我们这个库存只剩下三千六百万了 我们可能要怎么样 嚴門脫波啊 然後他說呢 不然也沒有辦法 因為呢 我不想要跟財團拿錢啊 因為我如果跟財團 不想跟財團拿錢 對 他說 我不想要跟財團拿錢 因為如果跟財團拿錢了之後 以後要面對不好拒絕的請託 很麻煩 我最佩服民眾黨的 你現在已經明明自己打自己的臉 你已經前言不對後語了 你已經滿嘴的謊言了 他們現在還敢議政言辭 所以我就說他 一方面假裝清廉 一方面又轉手去拿財團的錢 他有沒有拿財團的錢 有嘛 現在EUSB 包含現在這個黃崇仁董事長 都有出來講 主動打電話 對 還主動一個一個 原來柯文哲有一個募款名單 他有親自打電話給這些 而且更誇張是說 好啦 我是支持賴靜德了 我不能直接給你錢 你不給我錢沒關係 你可以給募可 所以這證明什麼 證明就是柯文哲 就是募可的幕後老闆嘛 不然你為什麼要幫 募可公關公司去找案子 而且再來大家不要忘記了 最近大家在討論說 黨工的薪水對不對 你知道柯文哲我剛剛講說 他那個12月1號還講什麼 他說我們這個選舉 我不願意欠人家人情 所以我們的選舉經費 要非常非常的精簡 結果他怎麼精簡 他去苛刻黨工 再來你看喔 他的人力還要共用 這種錢他都捨不得花 結果呢 他給募可公關公司 一下子多少錢 1500萬 不只啊 寶傑哥 超過4000萬 他什麼授權金啊 賣小物啊 對不對等等 那募可公關公司又把錢 匯給柯文哲的私葬嘛 他的私人戶頭嘛 所以我就說 欸 寶傑哥你知道 他除了這些以外 大家還不要忘記 他一邊還在抖內 抖200 叫小茶在那邊抖來抖去的 還叫黃國昌去年11月的時候 一個人抖500耶 那你知道他選錢喔 兩天 他的帳戶 這個政治獻金的餘額喔 還有大概7800萬 他還在叫小草抖內 一個人抖200 你知道那時候 他又進帳多少錢嗎 4800萬 你都已經要選舉了 剩兩天 你花得到1億多那麼多錢嗎 那你這樣一邊又在割小草 一邊拿財團的錢 而且重點還不是進民眾黨 你是進你個人的私葬裡面 對 大的錢你也要 小的錢你也要 所以我就覺得說 現在曾經支持過他的人喔 真的都是真心幻覺情 你知道嗎 我今天啦 早上去參加一個 宗教活動 對 我跟大家說 柯文哲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全台灣社會茶餘飯 討論的笑話 什麼叫笑話 為什麼我跟你講 我們參加宗教活動 一般大家都比較不會談政治 結果呢 我們去禮佛拜完了之後 很多那個師兄師姐跑來說 他說 柯文哲到底會不會抓去關啊 什麼時候要把他起訴啦 念佛的人耶 這麼激動 對 你知道他們有多激動 其中有一個畫家 剛剛討論到畫嘛 他說 市長是後面的那一副玉山 就是他送他畫的 而且呢 柯文哲過去 他們都多麼的支持他 要畫 都是送給他 對 結果他跟人家喔 見面三次喔 不認識他 不 不 我都拿你的畫 跨在我的辦公室 我不認識你 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個人怎麼會那麼沒有禮貌 然後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一走進去喔 就是一個人坐在那邊 高高在上 然後把別人好像是當作 沒有看見一樣 對 那人家就曾經支持你 幫助過你 結果被你用這種態度 那更不用講 現在這些財團的老闆啊 你當初卡給我 一百兩百五十三十 這種的你也賣 連我沒有給你現金 你還說要進入可公安公司 那你現在又把人家 寄在這個 USB裡面 然後害人家被檢調調查 那也難怪現在 黃崇仁的董事長說 真的有夠衰啦 有夠衰啦 所以會這樣 大家為什麼那麼生氣 因為大家都覺得很衰啊 大家本來對他都有感情的 結果你滿嘴胡說八道 你這個完全自己打自己的臉 你違背我們的價值 而且你實際上這麼難看 你實際上這麼難看以後 這個黨居然還毫無悔意 還要走上街頭 黃崇哥 我跟你講 先不要用政治人物 或是公眾人物的一個標準 我們先講一個最實在 就是做人處事 最基本的一個原則 柯文哲都做不到 我有一個企業家老闆 你是跟我抱怨 你有抱怨 他超級好笑 他根本沒有 就他根本沒有跟政治局高慘嘛 所以他也沒有要跟你做生意 他只是這個企業家老闆 他剛好請一堆人吃飯 然後其中有一個人 就接到柯文哲電話 結果後來那個人就說 那個柯市長有事要找完 不可以跟他叫來嗎 然後這個做老闆的就說 來啊來啊 我請大家吃飯啊 市長來好啊吃好啊 就大家坐回家這樣 他真的來了 來了 他真的來吃了 吃了 然後跟他要講的人 講完話之後他就走了 他沒有跟這個老闆講話耶 他甚至說謝謝 他說不好意思喔 哎呦什麼懂喔 沒有 沒有 趁飯都不給你養生謝謝 沒有給你握一道手 什麼都沒有 後來那個老闆就說 就放了一個三字心說 你到底 不是 你知道這個東西很妙 這件事情你如果放在一年之前 那是好事 那是美事 也就是我們居然有一個政治人物 完全不理財團 完全不跟人家打招呼 我也不在乎這種所謂的這個宴會 我今天來了吃了飯就走 好像他非常的乾淨 如果是一年前你講這個話 我大學阿伯好棒喔 我也覺得好棒 我也覺得好棒 很久 可是你回過頭來不是 你請他吃飯沒有用 你沒有給他錢 他就不會看你一臉 你給他錢 他還覺得應該的 你給一次錢 他會給你要第二次 你給第二次錢 他會給你要第三次 他就是這種 像是你知道我們的那種 什麼咖啡 還什麼不斷的寄籃 他永遠不會停 他覺得你應該的 你不知道是應該奉獻他 還是你天生生下來缺 他是神 你是奉獻應該的 那一類的 我或者是他就是 固定了你家 我不知道怎麼收保護費的概念 總而言之 他是這個樣子 連一點做人處事的道理都沒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現在柯文哲出事之後 就大家突然就覺得說 哎呦 喝一樣 只是被他趁一次飯 他還沒開口跟我要錢 不然講一句實在話 今天是我們台北市的大家長 像是脫波一樣 跟你沿路化圓 你會好意思跟他說 我為什麼要給你錢 當然不好意思 所以這是為什麼 沒有 黃崇仁跟他講 我不給你錢 我不給你錢的時候 那你不給我錢 你給牧客也可以 他沒有不敢的 其實黃崇仁那個 我覺得也是蠻奇妙的一件事情 照理說 誰會知道柯文哲跟牧客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捐給了一個牧客 是不是柯文哲跟他講說 哎呀 我其實自己有個私人企業 那你如果那裡有 可以跟我 你如果不方便捐給我 你就可以捐給牧客 你捐給牧客 就等於捐給我啦 我跟你講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柯文哲是給你全餐 什麼全餐 你不想給我現金 那你可以捐給我牧客 你如果沒有生意介紹給我牧客 那你可以捐到我基金會做善事 你如果又不想捐給我基金會做善事 那你是不是就要捐給那個賴香玲 反正他就是所有 找盡所有的一個方法跟理由 就是要從你身上炸出錢來